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弟弟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女孩的故事,无手的少女。 每次干完活,女孩总喜欢在苹果树上坐上一会儿,看看天上飞的鸟,看看河里游的鱼。 一天的疲惫仿佛就这样消失了,不知怎的树林里的恶魔盯上了她。 她趁着女孩的父亲,也就是墨房主外出的时候,故意凑了上去。 她知道墨房主一家过得异常贫苦,于是她开出一个墨房主无法拒绝的条件。 用墨房后的东西换取财富,面对金钱的诱惑,墨房主答应了。 可她不知道的是,在她交易的时候,女孩也在那棵苹果树上。 下午的时候全家人都很开心,因为河水变成了金子的颜色,只要随便一勺就能做出一个大金器。 可到了晚上的时候,女孩却不那么开心了,因为她偷听到了事情的真相。 她知道自己也被当作物品给卖了,很快恶魔就来了,可是她无法触碰纯洁的东西。 于是,女孩被命令不能洗澡。 为了保住金子,墨房主将女孩困在了苹果树上,母亲实在不忍心,便偷偷打来清水。 哪知,才刚出门,就被恶狗要了性命。 伤心的女孩哭湿了双手,因为泪水是纯洁的。 这一回,墨房主需要砍掉女孩的双手,可那毕竟是她的女儿啊,她不太愿意。 没想到,女孩却语出惊人,她愿意献出双手。 墨房主很快便照做了,疼痛和失望让女孩再次失声痛哭,可恶魔仍旧带不走她,因为女孩从内而外都是纯洁的。 最终墨房主的金子保住了,可女孩却离开了,因为没有双手,她在过河的时候不小心沉了下去,是河神救了她,并将她送到了对岸的梨树上。 少女吃梨的这一幕恰好被王子瞧见了,爱就在这一刻诞生了,两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婚礼当天,王子还送女孩一双金手。 可是不久,王子就因为边疆问题必须出战,女孩就这样等啊等,直到孩子出生,王子都还没有回来。 本以为这个消息能给王子带去信心,谁知信在半路被恶魔劫走了。 等信件到了王子的手里,就成了女孩生了一个怪物,恶魔知道这是她最好的时机,于是她又弄了一封假信回来,让园丁杀掉女孩并取下孩子的眼睛,可园丁无法下手,所以她悄悄地放走了女孩, 并用动物的眼睛假装完成了任务。 在路边,女孩丢弃了那双爱是的金手,最终在河神的指引下,她隐居在山林,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劳作。 不久,王子战败了,她着急想要见她的妻儿,通过和园丁的交流,王子这才了解到真相,她冲出了城堡,想要带着她的妻儿回来。 可是王子沿着河流一直走,没想到她居然意外地来到了墨房主的家里,也许是日益的悔恨让她早已崩溃。 等到王子见到墨房主的时候,她已经自我了结了。 出门的时候,她又在河流里找到了她送给女孩的那双金手,看着那金灿灿的屋子,再结合那砍断的苹果树。 王子突然意识到这是女孩的家啊,不知怎的,王子突然拿起其中的一小节断骨吃了下去,也许这样她才能够感同身受吧。 影片的最后,王子找到了她的妻儿,就在两人的争执当中,女孩居然重新长出了一双手。 王子也趁着这个空隙解开了误会,恶魔最后则是被女孩亲手杀死了。 从此,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,比较好比较好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